在阴天的时候放牧 一定要特别小心谨慎 灰蒙蒙的天气 未狼的袭击提供了绝佳的掩护 他们潜伏在树林中 让人难以察觉 今天 我们熟悉的博主 再次带着羊群上山 尽管天气寒冷 阳光躲在厚厚的乌云后 但羊群依然需要大量的食物 博主被迫不断前行 无法停下休息 糟糕的天气 让博主倍感压力 他必须时刻保持警觉 从画面来看 博主的两条牧羊犬 似乎也察觉到周围的危险 早早爬到高处 俯视山脚下悠闲吃草的羊群 牧羊犬尽之尽责 让博主稍感安心 但他依然不敢松懈 必须游走在羊群四周 以防他们误爬上山 落入狼的埋伏中 果然 没过多久 博主在对面山坡的松树林中 听到了乌鸦的叫声 早在之前的视频中 博主就告诉我们 乌鸦经常出现在狼群附近 它们的存在往往意味着树林中潜伏着狼 狼的踪迹无处不在 就在博主试图在山坡上 寻找狼的身影时 他的羊群却突然朝山上移动 这种行为简直是主动投喂 让他无奈不已 他必须迅速跟上羊群 防止他们误入狼口 途中 博主发现了狼的足迹 通常情况下 狼的足迹比狗小 辨认起来并不困难 根据地面痕迹判断 刚刚经过的狼 距离他的羊群并不远 博主立刻大喊 试图吓跑附近的狼 狼的出现 让博主和他的叔叔紧张不已 毕竟他们距离羊群太近了 博主一边指挥牧羊群 追踪狼的足迹 一边让叔叔检查 羊群是否已经受到袭击 狼刚才就在这里 我们却没能看到他 距离羊群不足二十米 正藏匿在灌木丛后 博主紧张地说道 这些可恶的狼 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我们必须更加小心 所幸地面上并没有血迹 狼应该没有得手 此时 博主明白自己 必须赶到山上 保护那些误上山的羊 狼随时可能对羊群发动攻击 他的叔叔在山下焦急呼喊 因为他们今天没有带猎枪 无法用枪声驱赶狼 真是个愚蠢的决定 他坚信狼依然潜伏在附近 决定主动发起挑战 来到了半山腰 博主不断用声音恐吓 可能藏在树林中的狼 此时 牧羊犬的表现显得异常兴奋 他们嗅到了狼的气息 尽管地面上留下大量的狼足迹 但狗无法确定狼具体的位置 时间渐渐接近中午 博主和他的叔叔艰难地将羊群集合 幸运的是 这次他们只带了65只羊 规模不算太大 虽然狼没有发动攻击 但博主却十分确信 他们就在附近 牧羊犬的表现也印证了这一点 他们在羊群周围不停穿梭 秀着空气中的狼位 此时 已经有牧羊犬开始追逐狼了 刚刚 博主看到他的两条牧羊犬 从空地跑到了山的另一侧 朝山谷奔去 他们应该发现了狼 那里树林茂密 非常适合狼隐藏 博主决定 沿着狗消失的方向前去探查 或许能看到狼的身影 然而 当他赶到时 狗已经不见了踪影 他们驱赶着狼 逃得更远 狼被两条牧羊犬赶走 博主和叔叔不禁松了一口气 重新把不听话的羊群 赶到山下的空地 耐心等待追狼的牧羊犬回归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等待 两条驱逐狼的牧羊犬 终于回来了 虽然他们已经疲惫不堪 甚至一条看起来还有些受伤 博主猜测 他们在羽狼的较量中落败 但无论如何 他们成功将威胁羊犬安全的狼赶走 虽然败迹 却也显得格外英勇 博主在山下安顿好羊群 心中暗自庆幸 虽然这次狼未能得手 但这场羽狼的遭遇 让他更加明白了 牧羊犬才是守护羊群的真正英雄 在牧民游牧期间 突如其来的一幕 总能令人心跳加速 草丛中猛然冲出的一匹野狼 瞬间打破了宁静的氛围 危急时刻 一只勇敢的牧羊犬迅速出击 仿佛将生死置于脑后 然而 野狼行动敏捷 转瞬即逝 在牧羊犬追击的过程中 野狼的身影始终难以捕捉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让牧民们都感到惊讶 负责追击的牧羊犬 最终回到了羊群身边 他明白自己的职责 尤其是在危险来临之际 守护羊群的安全 才是他最重要的使命 这才是合格的牧羊犬应有的担当 事发之后 虽然袭击并未真正发生 但牧区里出现了野狼 这让牧民们心里始终不安 羊群在这里活动 而他们却完全不知道野狼的去向 这无疑将羊群置于危险之中 正当这时 体型最大的护卫犬出现在现场 是时候加强巡逻 寻找并驱逐这匹野狼了 这只护卫犬立刻成为了今天的主角 它将为大家上演一场 即兴地搜捕与驱逐野狼的精彩剧目 体型庞大的它不仅外形威武 性格也极为凶猛 在以往与野狼的遭遇中 它总是冲锋在前 甚至在一场夜袭中 仅凭一己之力 便将三匹野狼站退 展现出超凡的勇气 因此 牧民对这次行动充满信心 搜捕工作开始后 护卫犬首先被带到野狼现身的地方 可想而知 这项工作并不容易 因为在这里 除了野狼 还有其他野生动物活动 尤其是数量众多的野猪 给护卫犬的追踪 带来了不小的干扰 护卫犬首先要做的 就是排除一切干扰 坚定地走出草丛 经过几公里的行走 护卫犬开始加快步伐 似乎发现了什么 牧民此时虽然不确定 护卫犬是否真的察觉到了野狼 但它的表现已经显示出异常 越过一条沟壑后 护卫犬的行动再次加速 目标愈发明确 每当确认地上的气味 它总能找到正确的方向 看来 它很可能嗅到了野狼的踪迹 牧民只能紧随其后 然而它很快发现自己被护卫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为了更好地观察护卫犬的行动 牧民们启动了无人机 借助高空视角 清晰地看见 护卫犬在茫茫牧区中的快速搜索 当护卫犬找到正确方向时 它会立刻掉头 快速追击 现在 护卫犬已经追击了数公里 在它沿着沟壑搜寻时 突然转入急速奔跑的状态 这种情况只有在追击目标时才会出现 然而 无人机巡视周围环境 牧民们却没有任何发现 难道护卫犬真的出现了失误 就在大家疑惑不解之时 野狼突然现身了 当护卫犬沿着沟壑追到拐角处 野狼失去了藏身之处 迫不得已从沟壑中逃窜 进入了无人机的视野 此时 牧民们恍若醍醐灌顶 明白了原来这匹野狼从未远去 他一直在牧区内游走 伺机而动 如果任由其活动 羊群的安全便岌岌可危 袭击只是迟早的事情 如今 面对高大的护卫犬 野狼被追得狼狈逃窜 借助无人机的协助 护卫犬势必会将他赶出牧区 这一幕 正是牧民在遭遇野狼时 如何利用护卫犬进行搜捕与驱逐的精彩过程 这不仅是一次对野狼的追逐 更是人与犬之间深厚信任与默契的体现 在这片广袤的牧场上 他们共同守护着彼此的家园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此类视频的朋友 记得点赞 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 下期视频 我们不见不散